在被新冠疫情的阴霾笼罩多日之后,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终于给出了个好消息。 他们同生物科技公司摩德纳合作,研制出了试验阶段的疫苗。 3月16日,在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严重的西雅图开始了首支疫苗的人体测验。 根据公开的测验报告,研究人员将在未来6周内向45名健康的成年人注射这种名为mRNA-1273的试验性疫苗。 这种疫苗是安全的,它不含有新冠病毒,因此试验者不会受到感染。 而实验的目标也是检查疫苗会不会出现副作用,为接下来更大型的测试铺路。 美国国立卫生院研究传染病负责人福奇说,寻找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是公共卫生的当务之极。 这项以创纪录的速度启动的第一阶段研究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起步。 不过,尽管此次疫苗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的速度创纪录,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一再声明,完成所有的实验并且确定疫苗可以安全的大规模使用,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击疫情的战争中,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加入了研发疫苗的竞赛中。 在亚洲,医生们正在测试由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生产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 在德国的公司也开发了疫苗。 小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曾与德国的公司接触,不惜重金让该公司的研究人员专门为美国研制疫苗。 但是该公司坚决否认了这样的说法。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军志曾经透露,新冠疫苗的研发公关组研究进展顺利。 他说,第一批确定的九项任务都已经完成了临床前研究,也就是动物的有效性、安全性的研究,这样大部分的工作。 而大部分研发团队在四月份都能完成临床前研究,并逐步启动临床试验。 他表示,目前他们已经在招募志愿者。 好了,如果想要了解第一手的美国时事金融资讯,请不要忘记关注原媒体的频道。